穿白衣的外送員 上午10點多到民宅前送餐 他把餐點掛在客人的機車掛鉤上 拿起手機拍照 看似完成任務隨機走掉 沒想到前後不過40秒 他又跑回來了 頭也不回 直接把餐點整包拿走 到底為什麼你要幹客人的餐 你就好好的送就好了 實在離譜 滿心期待的早餐 難道被外送員吃了嗎 事發在台中 民眾當時訂了 北區知名吐司店的餐點 這家店每天大排長龍 招牌是夾肉和蛋的吐司 民眾叫外送 原本能省去排隊時間 沒想到在家等老半天 餐點居然被送餐的外送員拿走 不少人議論紛紛 懷疑外送員可能肚子很餓 也有人說自取模式看來是慣犯 就是貪小便宜 要A客人的餐饭 一般都是放門口 就算沒有客人沒有下也是放門口 事後外送平台則表示 要是查證屬實 將對外送員暫時停權 或移除使用權限 外送員送餐又疑似偷餐 是自倒自演 還是有什麼原因不得而知 只是全程都已經被監視器拍下 消費者若要追究 這段畫面將成為證據 記者 林世信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